川普从竞选期间到当选后的第一次记者会上 一再强调的政策主轴就是要创造美国本土就业 除了阿里巴巴和丰田汽车积极表态呼应川普之外 现在国内的台积电和硕也释放讯息 不排除前往美国设厂投资 美国准总统川普云落企业引锁税下调 制造业回流政策 据了解苹果公司扩大美国制造 以云端应用当先锋 考虑将云端指挥中心设在亚利桑那州 新伺服器委外订单 吸引鸿海伟创力广达争抢 尤其苹果扩大美国制造 最主要影响的还有何说 我们在那边累加起来 有超过千人以上的运作经验 在墨西哥那边也有厂 如果要扩展的话 就是千人要上刚才讲三倍五倍 我想不是问题 在当地的条件或者当地的政策 或者客户的需求 或者客户的预言 这些东西是一个重要的大前提 川普效应不光吸引美国本土公司 台湾企业大佬也有所准备 何说董事长童子贤表示 集团在公司有三个据点 累积千人的管理经验 未来如果政策跟产业互动到位 扩厂动工都不困难 关键还是在产业链 以及制造成本能否取得平衡 国在这几年已经失去 它在主张的这个竞争核心力 所以它是不容易的 所以它需要把整个工业拉回去 这都是几十年的功力 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 但是美国有些地方 是相当有竞争力的 包含它的创意 它的矽谷跟应该说有些传统 像钢铁啦汽车这方面 鸿海 广达 银叶达 仁宝等苹果供应链 都回应将是客户需求 是否前往设厂目前评估当中 也是端看川普上任后的实际政绩表现 半导体龙头台积电则首度透露 不排除评估在美国设厂 我认为我们会继续建设更多的职业 2016年12月 美国制造业扩张速度 创两年来最快 经济数据表现强劲 沃尔马17号宣布 美国地区营运资本支出 将达68亿美元 预计将创造34000个工作机会 汽车大厂 丰田 宾市BMW 都宣布要增加投资回流美国 新台电视审划同综合报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